罗家梁一家尽兆,二婚交妻背景深厚,儿子高大英俊,女儿漂亮可爱。白家女儿。2018年4月10日。检举。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TVB的剧可以说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其中有一位演员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他就是罗家梁,他曾凭电视剧难兄难弟,天地豪情,留今岁月三或是地并把这个记录维持十年之久,被称为永远的一哥。 罗家梁1962年出生于香港,本市会同源的他因参加无线电视新秀歌唱大赛,被卢国瞻的赏识进而加入了亚视,可以说他算是歌手出爆的,而且他确实也唱过不少影视剧中的歌曲,比如,秦始皇的主题曲,难兄难弟的主题曲,创世纪的主题曲等等。 相信都是大家的集体回忆。 1996年罗家梁参演电视剧《天地男儿》后开始走红,数十年来他塑造了无数经典作品,不仅正派角色饰演得非常精彩,连反派角色也让观众大饱眼福。 而生活中他有过两段婚姻,他的发妻还是他的初恋,女方名叫方敏仪他们两人在恋爱了18年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两人生下一子纳慧。 他们可以说一家三口十分幸福,可惜之后罗家梁的事业开始起飞,夫妻二人经常聚少离多,2008年的时候夫妻二人正式结束了28年的感情。 罗家梁,罗家梁的第二任妻子叫苏妍,比她小12岁也是一位演员,据说妻子身家背景深厚,婚后她就随其自移居北京,夫妻俩人有一个女儿英文名叫Sella,如今已经五岁了。 而和前妻方所生的儿子名叫罗玉成,如今也已18岁了,长得高大英俊。 如今他们一家恩爱,大家喜欢罗家梁吗? 罗家梁,英语,Gallin Lo Calum,1962年12月16日,原名罗浩梁,香港实力派演员。 现为无限电视议员。 聂称老家,首位获得三界势地的TV杯一哥,凭电视剧难兄难地,天地豪情,流今岁月三度成为香港势地,三次的获奖次数为长达十年值奖项记录保持者,直至2012年被李耀祥打平, 其后在2014年再被郭静安打平。 1984年参加无限电视新秀歌唱大赛投身演艺界。 1986年加入香港无限电视,2003年离开无限电视,往中国大陆发展,同年签约香港环宇有限公司。 他于1984年参加无限电视及华星唱片和半新秀歌唱大赛,或填词人卢国张赏时加入演艺界,加盟亚洲电视,因主唱重头剧《秦始皇》的主题曲而声名大噪。 1986年罗嘉良转投无限电视,最初多饰演性格较为文静内向的角色,如《季节》的唐家里,是不低头的陆家明。 虽然罗嘉良的乖乖仔形象很受观众欣赏,但也限制了他饰演其他角色,以致未能激身一线。 至九十年代,罗嘉良作出突破,开始饰演一些大反派角色,如《火玫瑰》的乔丽,《涅吻》的张文伟,《射雕英雄传》的杨康,《天地男儿》的徐佳丽,都给观众印下深刻印象,也渐开始成为一线小生。 1997年主演《难兄难地》和1998年《天地豪情》,更奠定其于九十年代后期至千禧年代初期的无限一个地位。 评注电视剧的人气,罗嘉良于1998年推出《天地豪情》大碟,销量达七万五千张,或一批颁发白金唱片,同年更于宏馆举行一连四场罗嘉良闪良闪演唱会,并于1998年度时大进歌金曲颁奖典礼。 立佳嘉良签化奪得1998年度杰出表现奖!金奖。 《尊雕英雄》 2000年,罗嘉良转投英皇娱乐,创世 gradient成为首部于中央电池台黄金时段播出的港剧,而罗嘉良所饰演的主角叶戎天亦成为中国家船户晓的人物。 他的精湛演技和一哥称号,顺即吸引了中国不少大导演锤青,为他进军中国市场打好了基础 罗嘉良是第一位三度夺得无限万千星辉赫台庆最佳男主角大奖,1997年、1998年、2002年的演员,第二位为2009至2010年、2012年的李耀祥,第三位为2003年、2005年、2014年的郭敬安 同时是第一位连续两年夺得该奖项的演员1997、1998年、第二位为2009至2010年的李耀祥,而且是唯一一位曾连续六度成为最佳男主角入围五强 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演员,于2003年约满服务17年的无限后签约环与娱乐,正式转战中国市场,单正多部电视剧,演技备受赞赏,而他在郑和夏夕阳中饰演郑和一角,更是第二名香港演员 但正演出中央电视台的重头历史剧,首位为古剧机 2005年、无限于深夜重播创世纪、观众收看的百分比高达94%、创下了同时段收视纪录、无限更含有的鱼黄金时段不少。 播放创世纪的宣传片,对一部重播剧来说是绝无仅有,多本周刊亦陆续刊登创世纪美极剧情,多个下载流行曲电话铃声的网站亦有罗嘉良主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公下载,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2007年,罗嘉良以不投合约形式回归无限,但他仍然主力在中国大陆发展,拍摄当狗爱上猫,聚集于2008年播出,无限为隆重骑士,特意剪辑罗嘉良昔日的演出片段,以罗嘉良反离拉。 为口号制作宣传片。 2008年,罗嘉良接拍无限重头剧《金钱又罪》,后一名富贵门,饰演大反派的沙富来,并于2009年播出,是为无限电视42周年台庆剧。 2016年,罗嘉良被无限间致黄尾声或邀而再次回朝无限,拍摄剧集约别同谋。 2017年11月,罗嘉良接获无限的邀请返港,无限事前表明愿意支付他返香港的机票及酒店费用,而罗嘉良亦向另一部剧集的剧组请假,定机票及回港的酒店。 即后,当罗嘉良将预算告知无限时,有关人士,急于永山,指高层开会后,竟没有这个预算费用,对邀请仪式叫停,总数约数万元而已。 其后罗嘉良表示对于无限做法甚为不满,同时亦导致不少网民大力声讨和批评无限在这事件上的做法,认为现在的无限只懂力捧新人和于永山的爱将上位,却把合作多年的昔日小生、花旦、甘草等演员不放在眼内。 感谢观看